歡迎繼續回到耀塞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分行全接觸 在這個環節一如既往 我們會接通在耀塞證券旗下20間的耀塞證券分行 跟分行的現場客戶直接對話 給他們向我們的嘉賓提問股票問題 當然這紙嘉賓是我們的市務總監郭師志先生 郭Sir你好 你好 先跟一隻分行那邊聊天 今次會接通就是灣仔方面的分行 跟經理阿Joe聊天 阿Joe你好 喂阿Joe 喂 你好 郭Sir你好 見到今天的市場又回到現時這一刻 跌回193點 做20556點 阿Joe在灣仔分行 其實投資氣氛有沒有比較淡一點呢 家庭觀眾都是要網真點才決定 現場客人的投資氣氛都是一半 因為上個星期市升了 大家都以為情況很轉了 但誰不知今個星期這兩天又跌回 大家都暫時在觀網看到 好 多不多問問問題 有兩位客人問的 第一位是譚小姐 她剛剛走開了 或者我幫她問一問 沒問題 第一條她是想問 想了解脫歐對2888渣打的影響 是不是已經完全反映了呢 是 她是想現價買入的 而且如果你說比較內銀股 主要那幾隻內銀股 那買渣打好還是買內銀比較好 OK 好 見到譚小姐 想問一隻就是渣打集團的 2888 現時股價都未跌的 做了57.4毫半 跌2毫半 其實股價來到這個水位 嘉寧觀眾就問 對於脫歐方面的影響 其實是否已經反映了呢 是否還可以買入呢 其實說渣打面對的問題 都不單止英國脫歐的 還有本身的一些本業方面 都有相關的問題 整個英國銀行業 同樣都是面對著 就是不少的風險 嘉寧觀眾問 現時可不可以買呢 相比起內銀 就是現時渣打好還是內銀好 兩個板塊 即是渣打 外資銀行和內銀 其實呢 增長點都是沒有的 為何要選一些沒有增長的股份 不過現在不久 很多人都覺得股價便宜 如果相對幾年前的股價 渣打真的跌很多 一年前的股價 相對今天來說 還是110元左右 到現在57元 沒有了一半 為何不覺得便宜 不過問題是 英國脫歐的第一波風險 已經消化了 這是事實 但是往後 還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例如蘇格蘭、愛爾蘭 會不會是獨立呢 英鎊回價進一步下跌 令到倫敦、英國本身 本土的歐洲金融中心地位 會不會是仍然維持得到呢 不要忘記大企業 繼續遷走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很中性 不過 暫在純粹是短炒的立場計數 就少少賣下風險不大 我講的是一個月的低位是54.05元 我不管你哪一天 跌穿54.05元 我最多止蝕 你輸光都是3元 但如果你說中線部署買了之後 升跌我都不理會 我看一段時期的話 老實說 就算現在要買 你也要買小炒好了 不要這麼大炒 剛才問到 英國脫歐的風險 是否已經過了段落 其實英國脫歐所帶來的問題 第一波已經反映了 但往後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一般來說 如果是 比較負面的看法 往往在第二波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打擊性比第一波更加嚴重 第一波你知道是不好 但不好到什麼程度 你和我都不知道 到第二波真的不好 一步一步越來越差 引發到中期的沽壓越來越大 影響性就會比較大 所以炸彈不是我心目中的首選 內銀是否呢 我看也未必 因為去年那個業績公佈的時間 看到內銀的增長只有1% 今年第一、第二季 其實市場環境氣候是不好的 況且 壞賬撥備可能還會進一步提升 為了避免經濟進一步轉差 人口可能會減息下調銀行準備金 但無論你做什麼動作都好 都會令到內銀的利息收入進一步收勢 營商環境又差 我覺得內銀已經沒有一個爆炸性的增長 是沒有的了 能夠平平穩穩的已經算不差 如果看到內銀的股價很低 息率很高 這樣來買的話 我想指出現在所謂的派息率 是去年的息率 我們拿來參考 今年會否減少派息 其實你和我都不知道 但我自己覺得 有機會略為減少 因為 早幾年環境氣候好的時間 問題就不太大 但今年一、二季 我看情況都是最多平穩 三、四季亦如是 即是全年計數沒有太多驚喜 那會否維持到派出這麼高的舊息 到期才知道 我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派息略為減少 渣打更加不用說 去年每期息沒有派 今年會否呼籲派息 很大機會 但不高 所以無論你渣打和內銀 都不是我心碎的板塊 但你一定要買這兩個板塊 其中之一個板塊 那沒辦法 我寧願選擇內銀 我寧願選擇內銀 最低限度 中、公、建、龍都是阿爺 國營銀行 我相信 就算是更大的線出來 中央政府都會力頂 相反來說 渣打就比較差跌 股價表現已經告訴我們 仍然處於一個反覆偏遠的階段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我只能說它慢慢買 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好 阿租 譚小姐的問題先來到這裡 還有下一位 還有下一位 他就想我幫你代替他問問 李先生就比較關心油價走勢 現在油價走勢會是怎樣 對於883的油股有什麼影響 因為他想現價賣入 另外一種都是油價相關的股份 就是國泰293 他就在12元買了第一次 他想了解一下 有些位置可不可以再溝貨 好 兩組都要問一下油價方面的走勢 883現時股價 就在做9.47元 跌銀行1% 就是293國泰 就升1% 做11.46元 油價怎麼走 郭Sir 油價最壞的時間應該過了 20多元一桶開始的反彈 去到50元左右 也完成了 由低位上來 反彈的幅度已經是95-100% 由於環球的經濟不明 尤其是歐洲、英國出現的事情 會令到油價欲升還會 事實上也沒有一個基本因素去支持 所以你問我油價怎麼看 我仍然維持反覆 甚至大遠 這次的所謂大遠 就不會像上一波 50元跌穿45、40、35、30 好像逢關、破關 現在不會 相對比較穩定 但無論如何都可以 都是40至50之間走 甚至輕輕低低於40元也不奇怪 即是 883暫時沒有太多 有因去買 相對一年低位6.41 最高到10.07 其實已經是反彈了跌幅的一半 如果再買下去 我想要留意8.94的支持 這是一個月來的低位 如果跌穿了就不太好 你真的要買都要等一等 近期來說雖然有少許上升 但到現在這刻 只不過是反覆上落 高台形成了W型態 如果W型態可以這樣說 一個頂、兩個頂、三個頂 現在W有三個頂 如果過得到的當然是向上走 過不到的就算低位 現在剛剛去正中間 我想就算要買都等等先 不要太過心急 至於國泰 我看的比較負面 因為早年他簽了一份 那些遠期的對沖合約 正在用的油是七十幾八十元一桶 但現在油價四十幾元一桶 油價下跌對他來說 不會帶來太大的效益 相反而言 在燃油對沖那邊 他仍然面對一些不明的因素 可能去到19年中打後 這張合約所簽下的油全都用完了 而過一分鐘油價又是三十幾元 或者四十元一桶 他的效益擅熱回來 看看股價近期 經過三支陰燭的下插 已經是出現一個穿底的形態 短期來說任何的反彈 我想到11個半已經有少少行人止暴 再高一點 12到12.2也有比較大的阻力 而50天線正正好位於12元阻緊 沒有太多上衝的力量 如果這一刻你問我 我就建議 埋近11個、61個百島 輸贏不太大 要麼止蝕要麼減持算數 反過來 如果一旦跌穿了 大概是10.06那些價格 10.07那些也不太好 因為已經有少少試底或者穿底 這些收貨買下來 有少少缺乏基本因素支持 剩下的走勢 跌得多更有反彈更有回報買盤 但是你不跌 你又有回報買盤 不懂得跌就不懂得升 有些股份 我希望你聽得懂 謝謝Joe幫你問問題 抵達了你三方面的問題 這次時間差不多 麻煩你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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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就談過了 拜拜 拜拜 好 先跟郭潤做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是沒有的 好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回來有直播的環節